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鱼偶相伴七十余载 见证这一家传草根系 惊艳世界 从夏九流走向国家级飞夷 大漠偶系历经三百年沧桑变迁 他以创新精神带领你加班 坚守传承 续泄传奇 你一说你不提高 你不创新 你死守那个路也不行了 在四川省大漠偶剧院 李思源准备令出川剧名段火烧蒲养 尽管已年过八旬 他还是喜欢泡在剧院中 只见他一手握住杖头 像撑伞一样将木偶举起 另一只手操作木偶上的两根铁签 他嫌熟的手法和台步 让曹操伴相的大漠 如真人般灵动自如 大漠偶为啥子哪里的好处 体型高大 五官灵动 观众一走进局上 哪一看 哪里是木偶呢 那个十三云相当吧 还有个五官灵动 眨个眼睛 动个眼睛 动个嘴巴 观众几百人 那老远都看得清楚 那小木偶一只这么大 一摘出的镜子 老远都看不清楚 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 木偶系又称傀儡系 在中国各地都有流传 却只有川北大木偶与真人等高 属木偶家族中的巨人 事所罕见 川北地区非独有两粉 结朵一只块 亦有大木偶绝活 宅帽脱衣 变连吐火 挥毫泼墨等绝技 让川北大木偶在众多木偶系中 独树一只 这种流传三百余年的民间艺术 源以家族形式口口传授 代代相传 至今已传到第六代 李思源是李家班的第四代传人 也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他带领大木偶创作走向高峰 明末清初是福光前四川 把那个大木偶是带到四川来的 一九一世间我老祖父 就把那个后关子的这个木偶 那个班都接过来 就正式成立福相班 当时在川北那一代 木偶系还是很多的 也不靠我们来家 但是足不经营的都垮掉了 足不足不经营不好的 都解散了就垮掉了 但是我们老祖父和我父亲 一直都把这个木偶坚守下来 李思源自八岁学艺 跟随祖父叔父走街穿巷 十二岁就登台演出 表演白蛇传 美人鱼 八星过海 玉莲花等一系列老百姓喜爱的 经典川剧剧目 要支撑大木偶十几斤到几十斤的重量 有时的他没少下苦工 当时的福相班只有七名演员 由于剧情需要 李思源还练就了 一身分世纪绝的本领 演老演女酒 演的发脸 演小丑演徐生 一度一度要 一度要多去演 为啥在人员很少 一步也不行呢 人员多了 又养活不了 那不是演得了 冲得了还不行 不但全部要背 而且国防要精通一点 要高预力的行程 所以什么消息当中 最最难的 一人演进 生淡静默愁 还要将人的感情和动作传递给魔偶 一平一簇 一撑一撑一笑 刀光剑影 五山歌善 既要模拟人的举手投足 还要完成相当复杂的表演动作 演人一下 学人的表演 人的表演那些 还截着国土到母狗的 因为人也相当于 要耍水花那些 我母狗要耍水花 要把那个学来 要过土到母狗也耍水花 那就是个难度 比方长刀啊 变脸啊 土火啊 这都是大戏 真大戏 母狗把它学下来的 为了探索表演时的无限可能 李思源常常来到墨偶制作处 与制偶师傅共同探讨 如何在墨偶中埋藏机关 经过他们多年的研究 原本水玛流物质改成了环氧树枝 增加了多重机关 石大墨不仅制作省时省力 而且不依变形收藏 活动自如 以前我们原来的母狗 拿的很简单 含了三个棍 棍一件衣裳 一个脑壳 就是两个手 都穿个衣裳就算了 拿制作的工和制作的 八个线线 两个眼睛可以单动 也可以一直动 一直不动 也可以两个眼睛动 还要眨眼睛 眼睛还要旋转 还有一个操作杆 根据这个改革很大 像我们别人托货 那是马尾做那个阴线 那是过车链 现在都是机关 你不创新 那一死走那个路也不行了 随着墨偶技艺的创新 角色的增多 巨目的丰富 李四元也见证了川北墨偶系 从最初的福祥班发展为四川省大墨偶剧院 2006年川北大墨偶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也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人 现在发展到现在 国内外来读一个很大的影响 韩国那个冬奥会 那个八分钟 那个兄弟就是我们单位 那个制作的 那是张艺梦的总讨员吧 比我们到新加坡到台队啊 我们参加很多大型活动 翻译很好看了 拉倒不准走 你还牵柄内心 还是我们感动 山沟沟地出来 一个漂亮小小林沟 走向世界 心里那是说不出来 这种感受 这种高兴 每个木偶艺人 都有自己专属的偶人 李思源的偶人叫阿宝 是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虽然阿宝容颜始终如初 李思源却已凡霜染病 行当里人才之间流失 他从未想过放弃 受传统 搞创新 还不忘遇新人 他在这里了 你两个请你喝酒 如果我们不错了 打烧情节啊 做这些啊 把女孩留下五秒啊 剃手啊 把绑装啊 翻来五几年啊 台湾的赛 在他的一生中 五秒细 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 在他的血液中回腾 如果是个梦 他一定坚持到这个梦 这一日 武器人同他的兄弟 90后的林雨静 来到南冲市文庙前 上演了这出火烧埔养 当一老一少 配合默契地走着台步 操纵手中的大漠 人们可以看到 这门独属于东方的 古老的记忆 始终鲜活 我要做到他这种水平 有点难 但是我会亲我自己 最大的努力向他靠气 但是我们的牧狗 在我们家里一百多年 从来没剑断过 这管是一切水那么 坚固的手过来 现在条件那么好 那为啥能够把他放弃 还更要把他坚守下去 我们以前的阴阳班 那就是七八岁的娃儿 十一二岁的娃儿 站到肩头上 像一个剧中人 那是哪一半个剧中人 跟那个母狗两个队演 对那一个 你要是观众也不好声看 你不晓得哪个是人 哪个是母狗 你根本这样 你还要看一声 才要我这个是 我全个人来 那才分得清楚